在外面经常看到泰国餐厅的那个 妈妈面快速面怎样煮 知道吗 它的方法是怎么煮的 简单 我来分享一下 今天就准备我们家里面有的这个泰国妈妈快速面 水滚后呢 就将它放入锅内下去煮一煮 煮大概四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特别饿就吃三包吧 先煮着它这个方法呢 会让这个面里面的那个咸度减少 煮好了过后呢 就倒掉多余的水分 好然后呢放入一旁备用 这个方法会让面不那么的咸 相同的锅中放入适量的水 倒入它的那个酱料 有几包去放几包吧 过后呢调一调味道 少许的糖 少许的鱼露 当水滚后呢 才放入我们的肉碎下去 如果水有海鲜可以放海鲜 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他的材料都可以没问题 现在就简单啦 煮一煮它 煮到它的那个肉呢 熟就可以咯 当我们的肉末熟了过后呢 我们就关火 然后挤一挤我们的柠檬 要多要少看个人喜欢吧 好了过后搅拌均匀 试一试味道 味道OK了呢 我们就可以来布置我们的盘了 准备我们的盘 打入鸡蛋 鸡蛋呢 先打入那个白色的鸡蛋 黄鸡蛋不要打下去哦 黄鸡蛋就放入一旁备用 现在就放入我们的这个面条下去 然后淋上去这个汤子 哇 是不是很像 店里面卖的这个 东亚快速面呢 好了过后呢 就放我们的香菜叶 和我们的鸡蛋 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来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开动了 这个食补很简单 而且呢 又很省钱的 不用在外面吃 在家自己做也可以的 其实呢 方法超级超级的简单 好 现在我就要开动了 再见